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最近几年一种散发着恶臭的罐状饰品 飞鱼罐头突然间变得出名起来 不少人都想买一罐挑战一下它到底有多臭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前苏联 一个飞鱼罐头却牵扯出了一桩汤污大乱 1980年的一天 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一位情报人员 想吃飞鱼罐头 于是就通过特殊渠道购买了一瓶 但当他将买到的飞鱼罐头打开时 却发现里面装的根本不是飞鱼 而是鱼子浆 这位情报人员立刻从中嗅到一丝异样 还将此事报告给了商机 便很快开始了全面登场 克格勃的工作效率还是没得说的 这件案子很快就被扔破了 原来前苏联鱼业部门的一部分官员 私自将索气出产的高级鱼子酱 装进了飞鱼罐头的包装里 再与其他官员勾结 通过缴口程序将罐头运送到国外 国外的公司就以飞鱼罐头的价格 买下这些鱼子酱罐头后 将里面的鱼子酱取出高价转外 这几个差价就由参与的前苏联高官和国外公司评分 后经克格勃调查 参与此案的前苏联高官 包括渔业部副部长 食品工业部高官 外贸部高官等共三百名人 给前苏联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可是一笔巨款 2011年3月24日 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卢文焕因病去世 他去世时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 只留下了一张六十年前的奖状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 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 他是谁 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历 感兴趣